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昨天市场的情况 那么昨天的澳洲股市是终于是摆脱了前一天 应该来说澳洲股市并没有受到前一天美国股市下跌的影响 自己是出现了一个独立的走势 而且在银行股和矿业股双双上涨的情况之下 澳洲股市是高开高走 最终收盘是大涨了1.3% 这也创下了现在2017年的最好记录 中国股市在连涨两天之后 昨天出现了比较轻的下跌 上海跌了0.4% 深圳下跌0.2% 而欧美方面则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英国 法国 德国最少的上涨0.6% 多的上涨达到了1.2% 美国方面也同样 三大指数分别有大约是0.7%左右的平均涨幅 那么黄金价格在昨天晚上一度是由于美股上涨而下跌 跌破了1250 但随后又快速的回升 目前是稳定在1251左右 另外石油价格在昨天晚上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回升 目前重新达到了48块4毛钱的范围之内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跟大家着重说的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比货币比的就是国家的实力 那么在美联储现在公布加息消息已经过去两周了 而美元的强势从现在来看似乎并没有得到表现 非美货币特别是像欧元和澳元在过去的两周一直是处在较高的位置 那么对于高惠总部生活在澳洲朋友们的客户来说的话 澳元的长期走势无疑是对我们海外华人是相当的重要 那我相信大家也一直想知道 澳元目前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0.76 0.75 这种位置可能大家会想换钱是太贵 这个买房也太贵 以后会不会澳元还会下跌 还是会继续保持在目前的一个较高的位置 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在澳洲生活的华人们经常会想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 它本身从长期来看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换句话说 当这个国力强盛的时候 它的货币也会上涨 当经济衰退走弱的时候 它的货币也会下跌 想当年澳洲在2012到14年时间 当时铁矿石100多块钱一吨的时候 这个澳洲澳元价值甚至是超过了美元 人民币也是一样 在14年之前13年的时候 最高兑美元是达到了6块两毛钱 6.2比1 而现在已经掉到了6.9比1 所以这个变化之大也是非常之强烈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现在这个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 中国和澳洲的这个经济呢 在目前来看都是处在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 因此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 美国的经济呢 就成为了全世界的再一次的一个领头羊 所以从大的环境来看 从大的格局来看 美国经济在今年是不断的走强 而中国和澳洲呢 在目前来看呢 还是需要大量的依靠经济刺激 以及呢 这个政府的增加它的基础建设投入 澳洲这边毫无疑问 就是铁矿石的问题了 铁矿石价格今年如果能够称赞 目前的这个两年的高位 那么澳元暂时还不会有太大的下跌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不论是铁矿石价格 国内的GDP数字 还是呢这个失业率 澳洲的经济目前 从整体的数据来看都不是太好 特别是加上现在房地产 严格控制海外投资 以及呢防止房地产泡沫 这些措施呢 也使得现在的澳洲房地产呢 在未来让人家 让大家都觉得是迷雾重重 没有办法看清 所以在这样综合的情况来 这个情况来看呢 未来长期走势 这个我觉得呢 澳元不可能会有继续的大涨 它今年呢 能够称赞0.70到75就很不错了 如果中国一旦经济有所继续衰退 加速 铁矿石价格一旦下去 那澳元跌破0.7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那么刚才呢 是说到的是长期的汇率 我们关键的是 看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 你说这个趋势啊 图形啊 这些都是短期的 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从长远来看 比如说一个国家走强 一个国家走弱 那么即便是现在的图形 在短期来看是上涨的 它终究没有办法改变 它长期下跌的一个本质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 我们先不去讨论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有的客户啊 有的时候会问我 Mike 我觉得呢 这个我周围的朋友们 打听了一圈 那些之前呢 原来对于外汇 或者对于投资 一窍不通的人 他们在可能在十几年前 买了一个股票 现在呢 已经赚了几倍 十几倍了 而我知道另外有的 比如说是某某某 他每一天都在操盘盯着股市 却没有赚到什么钱 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他的言论一点都不夸张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 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呢 对于中国的股市 有一个股票 是互联网巨头腾讯 大家如果在14年之前 购买了腾讯 在香港上市20万人民币的股票 那么在现在 您的股票价值将达到6000万 6000万 涨幅呢 高达300倍之多 在过去的14年 我们也是见证了腾讯 一步一步从中国的互联网巨头 变成现在互联网的霸主 他已经超过了百度 达到中国呢 我估计在互联网上面 也已经超过了阿里巴巴 目前呢 微信几乎来说 在手机端移动端口 是一统江湖 所以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呢 你这个短期操作 买来买去丁来丁去 花了这么多时间 赚不到什么钱 人类的半死 人家买个放个五年十年 怎么就能赚大钱 其实放个五年十年 不一定能赚大钱 但是从目前世界主要的富翁的情况来看 他们大部分的投资时间 最少是在两年 为什么不是做超短线呢 第一 超短线需要你大量 花费大量的时间 第二 超短线需要非常多的信息 一直是盯着盘 钱要多 人要有精力 同时关系往往后 而这三点却恰恰是我们散户所缺少了 我们用着自己的钱 用着上班以及回家以后的闲鱼时间 加上我们为数不多的认识那么几点人 以这样的情况去短期内搏杀 等于说你就是拿着一把菜刀 去跟鬼子的机枪去拼 怎么拼得过 因此综上所述 我们说到并不是说 长期一定能赚大钱 短期一定很难赚钱 主要是因为 对于我们散户来说 短期交易容易暴露我们的弱点 而长期交易的话 如果方向看准了 它在这个时间的长河中 能够过滤掉很多临时出现的小信息 所以说关键我们还是归根结底 有一句话 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它没有明星 或者说它不缺明星 缺的是兽星 那么刚才说的呢 是今天的一点小话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产品 今天所说的呢 跟大家说到的是昨天 也是说到过的 这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清源油走势 我们知道美国油呢 在三月份 三月一号到现在 几乎都是处于一个下跌状态 几乎都是下跌 从图形上来看呢 一直是压在这个白线以下 但是呢 这个走势 在今天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被正式突破 而且目前 有可能将会继续走强 所以说 关于这个美国石油 我们现在可以着重关注 至少在短期内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 明显的买入信号 那么在长期的话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把这个平均线 拉到200日的平均线 目前石油 距离重新返回 200日平均线上方 也仅仅是一步之遥 那么它一旦回到了 200日均线上方的话呢 石油价格很有可能 将会重新返回到 大约是57到59块钱的区间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